先进行回书了 好 来同学看一看 我们在佛法概论第一章 法与法创绝者与奉行者已经完成 第二章教法已经完成 第三章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也已经完成 第四章有情与有情的身心已经完成 第五章有情的延续与新生已经完成 第六章有情流转生死的根本也完成 第七章关于有情流转业力也完成 好 同学我们进入第八章佛法的心理观 那按照今天的教学目的 同学应该我们可以 心意识缔结应该可以通通把它完成的 好 来 同学我们看一看在上一堂课里面 我们有学到大概有哪一些 上一堂课意为有情的中书 有提到意就是manas的意思 意为身心交感的中书 那么五根是由四大所造成的清净色 是物质的 属于生理的 意根为精神的 属于心理的 意为五根所依止 物质的生理机构 而必于心理的存在而起作用的 没有五根就不能够显出意根的存在 从引发精神作用看 没有意根 五根既没有取尽生死的够作用 五根中 生根而持世根的范围大 有言而等是必有生根的 地极有情 言等世根可能是没有 诞生根一定有 没有既不成为有情 心理作用是由物质结构的生理派生的 这是莫杀意根 偏助物质 心是离根色而存在的 色根为心的产物 这是忽略色根 偏于心理 佛法的有情论 意根与五色根相依而存 所以想分解五根而别求意根 也是不可能的 好 接着下来同学 我们接着下来请同学阅读 精明词读一读 一根与五根的关系 可从极紧的作用而知 如眼根像一架照相机 能涉及外境做资料 现为星象而升起眼视 一根四根所以也能涉及境界 中阿含经 大记西罗金说 五根一行一境界 各个受挤至境界 意为披紧受境界 一根不但有他独特的别法处境界 还能承受五根所挤的境界 五根如新闻的采访员 一根是天际部的外稿收记者 一根能挤五根的所挤 又为五根启用的所依 五根与一根的交感相通 既说明了一根的 维生性合合的中枢 二意为认识作用的源泉 根是生意 如数一根而发之月 六根能发世 所以称根 平常说一眼根生眼视 一意根生意识 这还是大概的解说 精密的说 一根不但生意识 而且还能生前五世 所以凡能生认识的心理根源 都称为一根 而从此所生的一切事 也可种明之微 意识 意为认识作用的源 根源 研究此法式的源 根源 佛教有二派 解说不同 也有综合的意 主张过去意 既胡意 灭意 以为前念六 四面 以生后念的四 前面四为后 起世的所一 前面四既称为意 二 主张现在意 六世生起的同时 既有一根存在的 为六世所一 如波浪汹涌时 既以同时的海水一样 此同时现在意 既一根 所以意的另一特征 既认识活动的权源 一根本 交易而论 一根应该是 以六世同时存在的 如十八界中 有六世界 同时还有一界 好感谢 来就去我们消 这两段 阿 тут 好 lo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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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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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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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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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认为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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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回到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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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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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